大家好 歡迎收看不負責任熱血君 今天又要回來給大家介紹的是 石川賢 賢野的蓋特漫畫故事方面 在粉絲間流傳 稱呼為原作漫畫版 雖然是這麼說 但原作漫畫版在當時是跟東映TV版 幾乎同時間連載並行 只是漫畫版的故事比較沒有電視台贊助商等等過多的干預罷了 故事開始前很多粉絲們也都一定會提到的問題 賢野的蓋特漫畫琳瑯滿目到底要如何按照順序收看呢? 熱血君就在這裡做個總整理 第一世代收看順序是 蓋特 蓋特居 真蓋特 主要是講述大家所熟悉的三個瘋子 流龍馬 神准人 八五藏 另外加一個車便請 第二世代為蓋特號 講述一文字號 菊翔 大稻凱 以及南風熙 第三世代為蓋特ARK 駕駛員為 劉拓馬 卡姆一 還有三岸末 以上順序是按照螢幕上這張蓋特全書內 附入的蓋特事件時間線圖 其餘的部分 例如宇宙最後三分鐘 恐龍蓋特 蓋特飛燕 蓋特甲書 激戰蓋特等等 都是蓋特多元宇宙的故事 大家挑喜歡的隨意收看就可以了 再以蓋特全書的目錄來看 收錄大家廣泛所熟悉的有六個宇宙 第一宇宙 就是今天所要開講的蓋特Saga 第二宇宙為TV版1974年蓋特動畫 加上蓋特G 第三宇宙為蓋特世界最後之日 第四宇宙為Neo蓋特 VS 真蓋特 第五宇宙為新蓋特 第六宇宙為遊戲 蓋特大決戰 這些蓋特故事 熱血君都製作過特輯 沒看過的朋友們可以找時間收看哦 回到今天所要講述的蓋特Saga 會橫跨蓋特以及蓋特G的故事 如果反應熱烈的話 熱血君就會接續講到漫畫版 曾蓋特 蓋特號 蓋特ARK 所以也請粉絲們多幫忙按個讚 分享出去給更多朋友哦 不負責任 風洞漫 不負責任 熱血君 一切故事的源頭 就在鎚宇宙研究所裡面 鎚宇宙博士正在注視著蓋特射線注入實驗 正當大家認為一切順利的時候 蓋特射線的傳輸無意景的中斷了 博士驚嘆地說道 要一下子注入龐大的蓋特射線 以現在的技術果然有困難啊 早宇宙博士只好無奈地號令大家先停止手上工作 等查明故障原因後再說 她回到辦公室期間 突然意識到這美麗的星空 回想起了發現蓋特射線的日子 一旁的研究員向她提問 蓋特計畫就算是以宇宙開發為目標 是否推進得太過急切呢 但以早宇宙博士的表情根本沒聽進去 只因窗外的東西讓她看得出神 那就是在夜空中翱翔的不明飛行物體 悄悄化過了天際 早宇宙博士意味深長地說道 恐怕我們必須要抓緊時間了 與此同時 實驗室裡發生了一件大事 另一位研究員急忙地叫早宇宙博士回實驗室 趕回實驗室的她 看見了蓋特彷彿已經有了生命般啟動了 一日 有一位博士開車前往 風捲地殼研究所的公路上 突然發生了火山爆發 頓時間天崩地裂 出現了本該滅絕的恐龍從裂縫中冒了出來 並且襲擊了那位博士 博士在臨死前吶喊著 別小看的人類 知道你們存在的人多的是呢 與此同時 在地底深處 蘇醒的帝王哥爾 向地面上的人類叫囂著 要讓人類見識真正的恐怖 並且將爬蟲人的可怕力量 映入在人們的腦海裡 畫面轉到了放映室裡 早女博士震撼幾位特務對話者 博士 你的臉型怎麼跟序章差這麼多 在序章的時候 你明明走得像國智臉啊 幹咧 這種小事你不會去看尺寸險 鋼鐵人的戰爭機器不是也是第一集跟第二集臉差很多嗎 哦 抱歉啊 博士請看螢幕上投影的這些人 都是我們精挑細血的精英 個個都是身強體壯不動討啊 不僅精力充沛 還跟鄉民們一樣 都有又出又壯的30公分的 啊 手臂啊 你罵的你們這些飯頭 看來你們還不知道事情的嚴重性 我要找的是蓋特駕駛員 你們去給我找什麼清水界加藤鷹的 快去給我弄幾個瘋子來 我也要的是瘋子啊 氣炸的早女博士 甚至還回絕了首相打來的電話 他無奈地看著窗外 再次在暴雨中看到了 諾隱若縣的不明飛行物體 這場暴雨下了整整一個星期 在全日本舞蹈大會場外 一位空手道青年拿著父親的遺照 他就是本座的主角 劉龍馬 走進比賽會場的劉龍馬 在場內大鬧一番 一瞬間就秒殺了好幾位選手 並嘲笑著日本舞蹈的墮落 只剩下花拳繡腿而已 龍馬對著館長控訴者 武術界對父親劉一言的封殺 劉一言會被封殺的原因 就是他的武術十分高潮 這讓武術界高層們非常的恐懼 生怕自己的武館會被劉一言踢館 面對同行聯合惡意誣陷 給一顆星狂刷附屏 劉家道館也只能面臨招生無門 惡性倒閉 劉一言也在抑鬱中死去 隨後龍馬以一人之之橫掃整個會場 猶如孫悟空大鬧天空般大殺四方 就連最厲害的館長也栽在他的腳下 龍馬終於為父抱了大仇 於是他回到破舊的道館 回想著與父親一同訓練的童年 雖然龍馬抱了大仇 但也彷彿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以及活著的意義 與此同時突然來了三位刺客 同時兼朝龍馬發動攻擊 意圖只取龍馬的性命 龍馬在以一打三的絕對劣勢下 激發了本人潛藏的求生意志 拼人命使出渾身結束 將三位刺客一一反殺 事已至此 藏在角落偷看的鑿魚女博士突然現身 老傢伙 你也是來找死的嗎? 好 這個人夠瘋 這才是我要尋找的人才 快點把他帶走 博士一行人強行帶著龍馬 正打算開車返回研究所的途中 半路卻殺出了一隻翼龍從天而降 朝他們襲擊而來 好險鑿魚博士立馬將龍馬推出側外 兩人驚險逃過死劫 龍馬看著遠去的翼龍問著博士 那隻大鳥到底是什麼鬼東西啊? 連綿的大雨一直沒有要停的跡象 在鑿魚女研究所所在的潛艦山路 一名觀測數據的天驅觀測員 突然遭受天降龍員的洗禮 並且被大批龍員包圍下所淹沒 另一方面 昏迷重傷的龍馬則睡在研究所裡的客房 從噩夢中驚醒的他 讓鑿魚女博士的女兒也就是鑿魚馬嚇了一跳 原來龍馬昏迷期間都是滿在照料著他 龍馬醒來的第一件事 就是要滿帶他去找鑿魚女博士算帳 博士在監控中看到龍馬醒來 便廣播告知滿快點帶龍馬來見自己 正當龍馬準備動身前往時 滿告訴龍馬 最起碼內褲要穿好不要裸奔啊 於是在滿的帶領下 龍馬看到了研究所內有著許多超級機器人 龍馬等人才剛踏進了博士的辦公室 嘿嘿龍馬你來的正好 這位是我的兒子達人 劇本上說他將會在往後的三個月裡訓練你 雖然是這麼說不過恐怕是沒這麼多時間了 糟老頭你什麼都不解釋 老子憑什麼給你賣命 快給我說清楚是怎麼回事啊 幹咧 兇什麼兇 因為我兒子達人每次一登場很快就會死掉 呃呃 我的意思是說就憑你的智商 我很難跟你解釋啊 很尼瑪的 此時研究所緊鄰大作進入了緊急狀態 研究員藉著廣播告知鑿魚博士 有人潛入了研究所大肆破壞 話還會說完 一大批龍馬壓迫了辦公室擋風玻璃朝大家襲擊而來 達人緊張的拿起椅子將龍馬驅離 要龍馬帶妹妹滿以及鑿魚博士快點逃命 在達人斷後的幫助下 龍馬一行人按照博士指示緊急撤離到機庫 博士便在行徑中快速向龍馬交代 世界已經遭受某種生物威脅的情形 在這期間龍馬也以高超的體術 帶著博士與滿突破種種難關 終於撞開大門來到了機庫內部 映入在三人演演的 就是非音號變成了蓋特一號機上半部 自此龍馬與蓋特射線扯不斷理還亂的糾纏 從這一刻起正式展開 早兒女博士趕緊將火焰噴射器交給龍馬 並要他快點將那些入侵的龍馬給燒了 正當龍馬燒得正爽的時候 從遠處來了三個人影 其中一位便是達人 龍馬看到達人面容驚覺不妙 看來他已經被龍馬操控著心智 沒有了自我意識 儘管龍馬抱著一絲希望 不斷呼喊著失心瘋的達人快點醒來 但一切都只是徒勞 面對著成為敵人的達人步步逼近 抱持著徹隱之心的龍馬 再加上滿的懇求不要殺了老哥之下 龍馬終究還是無法痛下殺手 即將要葬送在達人手裡時 突然有一條火龍衝了出來 將達人給燒成交嘆 原來是早有你博士親手制裁的自己的兒子 龍馬按照博士的指示 抄襲火焰噴射器 三兩下便將其餘研究員給燒成嘆話 龍馬記住他們的死亡吧 認清我們敵人是多麼的可怕 看清敵人是怎樣把我兒子殺掉的 老褻丁 真正可怕的是你啊 明明就是你動手把自己的兒子給燒了 接著 博士在龍馬來到了標本室 告訴龍馬人類正在被恐龍 更正確地說 是進化為高等智慧的爬蟲人所威脅 話音剛落 那隻曾經襲擊過龍馬等人的翼龍 再度現身在研究所 並且發動連環攻勢想要將研究所一舉摧毀 就在翼龍破壞了研究所的控制塔時 蓋特一號機上半步 突然朝翼龍猛滅的衝擊 這一狀當場將翼龍開場婆杜暴體而亡 飛鷹號的駕駛者 當然就是龍馬 還有博士在一旁指導操作 敵人的攻擊終於暫時高一段落 幸運僅存的三人站在滂沱的大雨下 面對著殘破的研究所 滿哭著不斷指責父親的無情 自己的兒子殘死好像無關緊要般 優先想著往後要如何招募人員完成蓋特的計畫 面對女兒的責問 博士冷酷的回答 只要我和龍馬活著就好了 接著 博士轉過身去 但龍馬心理明白 背對著滿著著女博士 只是故作堅強 默默哭泣 洗淚水夾雜著雨水 如落浴盤般散落之地面 一日 天空依然還是下著大雨 場景來到殘破不堪的廢棄校舍裡 一群不良學生正模擬著一場暗殺大臣的計畫 有些膽小的人偷偷地想離開校舍 殊不知他們的舉動早就被一雙銳利的眼神盯上了 組織的老大以迅捷的身手 立刻擒住叛逃的兩人 這位老大的姓名叫做神準人 也就是第二男主角 作為整個組織的首腦 他的形式風格乖張很辣 對於破壞組織規矩的膽小鬼 都會以迅捷極端的手法就地正法 未等在場眾人反應過來 背叛者就已經倒在血破之中 看得大家是膽戰心驚 與此同時 一個撐著傘的身影從遠處走來 此人當然是龍馬 他手中拿的相片 就是博士吩咐他要找的危險份子 組織首腦準人 龍馬正對著校舍上課的學生們 詢問準人的下落 但這裡的學生都對準人的名字閉口不談 就好像是佛蒂摩一樣 不過身為格鬥家的他 很快就察覺有殺意的波動逼近自己 果然就是準人帶著一群手下包圍龍馬 並挾持他來到舊校舍準備展開實行 見過大場面的龍馬 對準人壓倒性的氣勢無所畏懼 劈頭就要準人乖乖的隨他找研究所老頭子報到 準人的手下群起而攻 想要給龍馬圍爐 但這些雜魚很快的就被龍馬給全部擊倒 這下讓癲狂的準人更加興奮了 他隨即朝龍馬使出靈力的血風爪擊 幸虧龍馬反應迅速驚險閃避 再加上鞋子腿朝準人腹部一瞪 兩人第一回合過招互有損傷 雙方也算是贊成平手 然而 就在兩人準備繼續過招之際 準人的手下搖搖晃晃的 從樓梯上走下來 他的右手眼藍已經消失 手下趕緊通知準人 二樓出了問題 有奇怪的生物從窗戶進來 準人一個順身衝去二樓查看 出乎他意料之外的是 二樓盤踞著許多他從未見過的怪物 啃食著夥伴的屍體 接著上樓的龍馬在一旁看著好戲 他想知道準人有多大的忍耐 怪物們眼看食物送上門 群起圍攻準備朝準人動手 這突如其愛的恐懼讓準人更加癡狂 激起野獸本人的準人 拼命使出他的看家本領 迅雷爪擊 再配合暴氣的近千百二十一世八字女 將怪物們一一送上了黃拳 當然龍馬也不真的在一旁看好戲 在準人臨危之際 還是下場出手相助 與其說是相助 不如說是龍馬自己也樂在其中 呦 準人你剛剛不是很威嗎 怎麼嚇到閃尿啦 這樣就可以不用當兵 你爽到了喔 你馬的日本又不用服兵 此時巨大的飛行機器恐龍來襲 捣毀效射 並且遮蓋了整座天空 龍馬呼喚準人趕緊隨他行動 在此一點就來不及了 兩人奪門而出後 面向他們的事 找女博士帶來的三架蓋特殘機 飛鷹號 獵豹號以及巨雄號 機器恐龍肆無忌憚的破壞整個校園 死傷的人不計其數的哀嚎者 整備人員拼命對蓋特戰機 做最後的數據調整後 緊急發射了巨雄號出戰 而龍馬正背著軟腳的準人 拼命的閃躲敵人攻勢 朝蓋特戰機方向停進 就在龍馬與準人即將要被幹掉時 巨雄號即時登場 賞了機器恐龍兩發飛彈 龍馬赫蘭發現 駕駛巨雄號的原來是找女博士 博士要龍馬等人快去搭乘其他兩架蓋特戰機 自己先做幼兒牽制敵人 於是龍馬將勉強救出驚魂未定的準人 在工作人員的協助下硬塞入獵豹號裡 還帶上了腦波控制器 你頭上這個是第一次操縱蓋特就上手的東西 只要放心用身體記著蓋特的操縱方式就好了 說什麼傻話 誰要作殺這種鬼東西戰鬥啊 快點讓我去上廁所 緊要關頭還閃什麼尿 乖乖給我做好 我們都是被早已女老頭盯上的人 不管蓋特要重啟幾次 你都得要做上蓋特戰機戰鬥到死為止 還是乖乖接受命運的玩弄吧 只見龍馬向整備人員一聲令下 未等準人回神 烈爆號就如飛彈般急射而出 另一方面 機器恐龍正朝裝載著獵鷹號的貨車撞擊 還好龍馬反應神經超群 硬是讓獵鷹號以不可思議角度起飛 第一次上戰場的準人 還好有腦波控制器不住 驚險閃避的敵人槍雲彈雨般發射的飛彈 過龍馬並沒有這麼幸運隨即中了敵人攻擊 因此遭到早女博士臭罵一頓 三人面對機器恐龍如潮水般蜂擁而至的飛彈 博士驚覺這次的敵人唯有合體意圖才有望勝出 他趕緊下令龍馬準人排列合體陣型準備合體 還好準人藉著腦波控制器內的合體程序不住 三架戰機終於成功合體為蓋特一號機 面對眼前的強敵 蓋特一號機先是對敵人連續使出正拳一直線胖揍一頓 甚至硬生生的將機器恐龍的頭給凝斷 緊接著一號機的右肩彈射出蓋特戰斧 龍馬接住戰斧之後 只用上了兩道板斧便將機器恐龍給當場了結 但是敵人還未死透 立馬射出逃生艇緊急撤離 藻女博士見撞 這豈不是縱虎歸山了 他趕緊號令龍馬追上去 一探敵人老巢在哪裡 蓋特一號機一路隨著敵人逃生艇追到了海邊 但這時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狀況 博士通知龍馬 第一次駕駛的準人受不了乘坐蓋特的拘力 不斷瘋狂的嘔吐 而博士也沒好過到哪去 話還會說完 鼻血就如泳泉般噴出 龍馬見到兩位駕駛員如此不適 藻女博士給阻止了 他認為都追到這了 一定要查出敵人的根據地在哪 因此龍馬便尾隨著敵人的逃生艇衝入海底 進入海底的山人 被眼前不可思議的場景給驚呆了 整個海床充斥著遠古時代的生物 還未等他們反應過來 敵方的巨型潛艇便從地底突然冒出 面對如此龐然大悟 藻女博士精爵 以蓋特現有的力量只會被其吞噬 巨型潛艇隨即朝蓋特一號機方向全息投影 戈爾帝王給龍馬山人提出警告 從戈爾口中得知 爬蟲人才是地球真正的原住民 再愚蠢的人類還未出現時 便已經在這片大地上建立了強大的帝國 由於某天 大量的強烈的宇宙射線來襲 對爬蟲人來說有如劇毒 因此爬蟲人才不得以撤離到地底生活 但相反的 靈掌類卻得意這種射線迅速進化 並且趁機崛起霸佔他們的家園 現在爬蟲人只不過是奪回自己本來的土地罷了 被激怒的龍馬 不聽著女博士一旁警告不要動手 他隨即駕駛蓋特一號機衝向潛艇 準備將其大卸拔塊 原本小看蓋特的戈爾 卻被龍馬使出蠻力 破壞潛艇的力量給驚呆了 為免造價不肥的潛艇淪為一般廢鐵 他立刻號令潛艇釋放出颶風將蓋特一號機吹飛 接著拍出善於海戰的機器恐龍應戰 不善於海戰的蓋特一號機 面對敵人不可技術的觸手實在是無技可施 一瞬間就被五花大綁 甚至還遭受敵人鑽頭攻擊 即將要被貫穿腹部時 戈爾帝王驚訝到蓋特一號機竟然一分為三閃躲了致命危機 一瞬間 以準人為主體的蓋特二號機合體完成後 立即使出鑽頭衝擊將敵人重創 接著龍馬再以蓋特一號機噴出蓋特的光束 把機器恐龍當場處決 警皇失措的戈爾 看到蓋特如捏柔一般 輕而一舉的就將自己引以為傲的機器恐龍消滅 看得是膽戰心驚 於是 帝王戈爾一如往常反派大魔王的攻勢般 要下沒用的狠話 趕緊腳底抹油開溜了 緊緊的戰鬥終於結束 博士評估一下 以現在的蓋特還不是完整狀態 暫且就放戈爾一馬 不做追擊 那麼 今天的故事就介紹到這邊 要是覺得熱血君整理的不錯 也可以點擊影片右下角超級感謝 請熱血君喝杯咖啡 最低只要30元哦 感謝您的支持 讓團隊可以提供更多優質又懷舊的動畫介紹 喜歡古早味的朋友一定要訂閱 不負責任風動漫 不負責任熱血君兩個頻道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見